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周 我们看的约翰福音17章 我们就知道 约翰福音17章说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的很重要的经文 耶稣说 我已将天父的名指示给世人 指示给众人 指示给门主 并且我还要指示他们 我已经展示了 我还要继续展示 我已经说明了 我还要继续说明 然后同时让父神爱耶稣的爱 在哪里 在他们里面 所以今天 Jenny 你经历过最深刻的爱是什么爱 是你爸还是你妈 我就想在你家里 谁更爱你 我觉得他们都挺爱的 就是方式一样 但是当然我觉得我妈更爱了 我们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就是你每个人 不管你在哪里 你总会有一段感情 就是有一个人 当然人也可能不止一个 就是很爱你 特别爱你 所以今天所有的爱 都不能与父神爱 父圣子耶稣的爱 你懂我说一次吗 就是你爸爱你 你妈爱你 都不能跟上帝爱 神的儿子耶稣那份爱相比 OK 那重点在这 耶稣说什么 让你爱我的爱也在哪里 也在他们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所有屈爱的人 都是信仰问题的人 安卓在吗 那个帮我打字 这个世界所有屈爱的人 都是信仰问题的人 这个世界所有屈爱的人 谁打字方便 谁帮我打字 这个世界所有屈爱的人 因为就这一句经文 解决所有问题 你屈爱吗 我屈 你屈爱吗 你屈 这个世界好多人屈爱 所以耶稣说 你所爱我的爱 也在他们里面 这个世界 这个人爱你 那个人爱你 这个人比那个人更爱你 但是这些人的爱 都不能和 天父爱 耶稣的爱相比 可是天父爱 耶稣的爱在哪里 也在我们里面 阿们 这是圣经说的 然后我也在他们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两大问题 一个是屈爱 一个是孤独 对吧 耶稣说 让天父爱我的爱 也在你里面 因为你信我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也在你里面 阿们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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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 好像我是那种 一时无忧的人呢 你懂我说的吗 这么多年 一直开别人车 终于开了自己车了 到现在还租别人房租 但这些 没有让我担心 没有让我忧虑 你知道 每天过得 依然自得 你知道 这个人还常常自由自在 原因 就是这句话 所以今天 你今天可以有一份工作 你工作可能没了 你今天可以有一个生意 你的生意可能没了 今天你可以有一个婚姻 可能婚姻破碎了 但是这些都不能影响 你的平安喜乐和叛马 除非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所以 中国话讲 树倒不顺散 同样适用于某些教会 有的教会 牧师一不在 这个教会就散了 有的教会 牧师还在 但是那个经常给教会捐钱的人走了 这个教会怎么样 也惨了 所以今天 哪个人不重要 哪些有钱的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帝 而上帝不需要你求 他自己就来了 他说 爱我的爱 也就是说 天父爱我的爱 也在怎么样 这份也在你们里面 而且我也在你们里面 我相信 所有的基督徒 你所有的问题 这是全能解决 你现在去啥 去煤 我们中国的 去煤 所以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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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祈祷 就希望我们 讲成岛的 你知道我们 讲成岛的 如果停电了 他就没网了 你知道吗 你懂我说 所以 所以我现在祷告 讲成岛的人 你们有福了 至少你们不会停电 你知道吗 你们停电 断网了 这个 你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他都没电了 因为他 续航能力 是有限的 你如果真的停电了 那你讲成岛了 肚子里一大堆话 说给谁听 说给自己听 因为断网了 这是另外一种 意义断网 所以今天 我们国家的 每一天 大事小事 都跟我们有关系 这个停水停电 跟我们有关系 所以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最近 我就在跟人祷告 第一件事情 我要成为这个 supervolunteer 随时给顶上 今天张大说 牧师 可能都没机会 跟我发信息了 你知道吗 没有电 没有网 你知道吗 这个你一停电 肯定是网断了 WiFi断了吗 然后如果你大电 你停电 你这个5G也不好使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 他都没有机会 告诉我 牧师今天我讲不了了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我随时在线上 你讲 你能讲 你讲 You can you up 你能上 你上 你不能上 我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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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接下来 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们面对很多挑战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现在回头一下 我们抄圣经 是多么正确一件事情 我的圣经在哪里 在手机里 你的圣经在哪里 在手机里 在派的上 现在多少人 在读指示圣经 很少啊 所以你手抄圣经 关键时刻 还有 没错 没错 而且在你抄圣经的时候 有些圣经就抄到你脑子里去了 你知道吗 抄到你心里去了 就好像我一样 现在有的时候 也可以偶尔投点来 不用备课 我张嘴就来 你明白我说意思吗 所以这是多年的超圣经 多年的读圣经 多年的被圣经的一个积累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一定讲成超圣经的喜欢 所以我之前让苏林买了一批圣经 现在在县上的弟兄姐妹 谁手里没有指示圣经 你就会结束 给我发微信 本地的 我们 送货上门 外地的 我们给你邮寄到家 这个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本指圣经 真的大面积停水停电的时候 你说牧师圣经能当饭吃 我告诉你 圣经真能当饭吃 等你停水停电 一个礼拜你就知道了 等你停水停电 所以这次我去北加 我要干什么 我要带北加进食器 好吗 我告诉你 有圣经 有赞美师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不吃不喝 没问题 阿门 这是威比安说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美国的同工 一年都没问题 有圣经 有赞美师 我现在 我亲身体验过 一个礼拜 一个月 没问题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指示圣经的 赶紧跟我联系 就可以结束 本地的送货上门 外地的我们邮寄到家 那这个第二个 所有人 你都要朝圣经 你打卡 你不打卡 真的没关系 但是我还希望你打卡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互相鼓励 对 所以那今天 我们耶稣 耶稣讲的这个话 说 这是硬祸 这是硬祸 所以今天 你软弱 就是你还没有读过这句话 或者这句话 没进到心里面 今天你没有盼望 你就完蛋了 你会死 耶稣不会死 耶稣在你里面 你就不会死 你知道吗 我经常讲这样的 这个绕口铃 你会死 耶稣不会死 耶稣在你里面 你也不会死 安卓帮我打字 你会死 耶稣不会死 耶稣在你里面 耶稣在你里面 你就不会死 不行 你哪 游开游啊 谁方便谁的 所以 耶稣说了这话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约翰福音18章 用一句废话 这句话完全对 不用说 就是说 耶稣从门徒出去 你没有说意思吗 为什么18章第一句话说 耶稣说这话 就说明这话怎么样 重要 所以你在一些事情当中 你会听见 那个 这个 这个伊瓦和微博 两个聊天 说 上次牧师说了什么 什么什么 你懂我说意思吗 对 就是上次说的什么 什么什么 是一个干货 所以今天我在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讲 我为什么在讲 约翰福音18章的时候 我又前面花点时间 讲约翰福音11章 就是因为18章第一句话说 耶稣说了这话 耶稣说这话 这话 既然18章提了 就说明这话 很重要 事实上 今天我们再讲 我相信很多人 又一次被提醒 耶稣说这话 这个就是 这个遗言 临别的遗言 因为很快 耶稣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耶稣说了这话 就同门徒出去 那个时候 我们不知道吗 他们白天在耶路撒冷 晚上就离开耶路撒冷 他是不住耶路撒冷的 所以他们就出去 说完了 他们就出去 出去呢 去过了一个小溪 一个小溪 然后在那里有个园子 我们知道 叫克西玛尼园 这个是 如果 我也不知道 以后有没有机会了 以前我还 我还常讲 有机会 带大家上以色列 圣地流 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开放 所以 那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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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准备着 那 我们 耶稣说 这个克西玛尼园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就进去了 然后 第二节 卖 卖耶稣的油 也知道那地方 为什么他知道呢 因为耶稣和门徒 屡次 常常上那里 聚取 OK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想说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 除非你是假基督徒 真基督徒一定会怎么样 聚会 而一旦聚会 你就一定需要一个什么 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最好是什么 固定 所以最近 我们美国洛杉矶的生意 为什么不好呢 没错 就是不固定 好几次 有人 这个 就直接杀到那 口那去了 到口那 没人 我们不在那 所以 这个呢 也是我现在 也是我现在在 更生祷告的事情 也是我现在 更生祷告的事情 所以 我想 口那那个地方呢 我们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放弃 那是我们的大本营 那是我们的根据地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去想一想 怎么把这个根据地 这个 这个 搞得这个 热闹闹的 根据地搞热闹闹的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下个礼拜六 我请你们 一定要把西亚 拦开呢 我掏钱 你们去参加那个活动呢 它是每年一次的 下个礼拜六 中午有一顿饭 我们正好凑一桌 我们凑一桌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这个 让可尔纳的同志们知道 这个Hope Chinese还在 你知道吗 他们又没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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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一些人 他们叫Hope Chinese 所以呢 下周刚好 它是一个 woman conference 然后呢 我们教会呢 就是lady door 所以正好 我就下周 我们至少来一桌 然后你们要在 亲友朋友 我们就开两桌 我们正好一桌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 在一个桌子上 吃饭在一个桌子上 对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我就想 之前我为什么 全面换地方是一样 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很舒服 你舒服大家怎么样 就愿意来 就愿意来 只要人来了 不怕麻烦 那个帮我找到 家里无牛 槽头干净 地里出产 全品流利 所以今天你看 乱不乱 有点乱 但是干活的时候 七了哈叉 一会儿就干完了 为什么 人手多 所以呢 我自己 我自己 我希望 我们就 我们一旦有一个地方 我们就好好祷告 就上来祝福那个地方 祝福那个地方 你不管是买的也好 是租的也好 一定要祝福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地方呢 人慢慢的聚起来 人聚起来 当人聚起来了 什么都好办 所以这些年 那我打游击呢 是拜共产党所赐 我没有办法 在一个地方固定 但是在美国呢 我想我们也是要以打游击 为一个战略 因为在加州民主党越来越强 它有一些很恶的政策 所以你交易目标太大 可能也会很麻烦 但是呢 至少目前在美国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根据 所以现在在中国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中国我也是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每个城市 都有一个小的据点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小的据点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小的据点 大连我们要保留 两三个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连软件园 我们的聚会地方保留 然后我们中山区 我们希望再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我们沙口 我们希望再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然后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苏州也好 深圳也好 我们都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所以我看今天凯瑟也在 那我不知道庆庆在不在 那凯瑟和庆庆 我们就逢年过节的 我们就聚一聚 我们就聚一聚 所以我们孙龄以后又经常出差 每一次出差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聚一聚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每个地方 都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地方 就是我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固定地方 我有很多很小的固定地方 用究竟的原则 究竟的原则 所以我在想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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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耶稣所发生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些事情是躲不掉的 躲是躲不掉的 所以 那个地方 不能说众所周知 但是很多人怎么样 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 常常去那里聚取 所以 你们知道那时候 FBI为什么抓我没抓到吗 因为我今天在伊万家睡两天 明天我上微卫家睡两天 后天我会上Coco家睡两天 你知道吗 我就不在一个地方待 这是这些年 所以亚伯拉可能听这个 觉得我是 我是共产党的人 你知道吗 这真是党培养的 你知道吗 党对我的训练 你知道吗 所以亚伯拉居然说 我是 我是党 这个党员 共产党员 我只能用一句话说 智商是硬商 你知道吗 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党培养我 党训练我 但党培养的 不一定是党内的 有党外的 我是党 在党外培养的干部 你知道吗 他培养我 他训练我 所以 这个中国地方 你们还不知道呢 现在美国有人说 我是共产党员 你知道 然后 这个安州 这个政治立场 还很清楚 他说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说牧师都不让自己的 还加入上院律元 他怎么可能是党员呢 那我今天我也必须 郑重声明 我不是党员 但是我是党外干部 我接受党的培养 我接受党的训练 也是被党酒精考验过的 没错 所以 所以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 抓不着 抓不着我呢 哎 你知道 这个 这个 反正今天 今天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我讲 有一次宗教局局讲 我看我得找证人 这个不能自己瞎讲 哎呀 孙怜都不知道 这事只有王辉知道 王辉还不在 谁给王辉打电话 让王辉上线 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我们租的第一个鞋子楼 我们把鞋子楼 一楼二楼全部租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装一种教堂 一楼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约的一个咖啡厅 但是不对外营业 用现代话讲叫会所 哎 没有会所的概念的时候 咱们已经就搞会所了 你知道吗 用现代话讲叫会所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 不营业的咖啡厅 我们 然后二楼呢 是一个聚会的礼堂 聚会礼堂 然后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呢 大人呢 在二楼聚会 小孩在一楼玩 因为一楼我们 很简约吧 有很大的空间 然后我一楼有门 我问你们 二楼有没有门 也有门 所以 有一次宗教局长 就在外面堵我 就想 就想给我堵住 结果堵完 那发现 走了 因为他不知道 二楼有门 后来 见着我说 你这小子 我们在这等了你一天 结果 你跑了 我说 我没跑啊 他说 明明你知道 我们来外面等你 为什么不出来 我说 那个一楼的门 我不常走 我常走 就是二楼的门 我从来都是走后门 不走正门 所以我 所以我对 我对很多人的 这个生活很了解嘛 正道 今天 Vivian问我一件事情 对吧 我生活全都 怎么 我拉那个车 问我怎么走 我说走正道 怎么走 因为我那个车 拉着凳子以后 就格外长 那小道过不去 你知道吧 所以好多人惊讶 那个安州接过我飞机 Vivian送过飞机 我出门 一个礼拜的出门 就一说 你没办法 你知道吗 一个礼拜的 一个礼拜的出门 就是一双 好多美国人 至少俩皮箱 你知道吗 我就一双皮箱 所以你让我挤地铁 我也可以 你让我坐公交也可以 你让我走着走 也行动 所以是吧 你说你两大箱 在纽约街上走 那被人家打 被人家抢的概率很大 我就被一双金面包 你知道吧 就很小 所以我 就是 我还那句话 我感谢党的培养 这些年就是 轻衣 减型的一话 怎么说 减从 轻衣 不是 有一句话 你别让他 轻装减型 不是 轻装减型 不是 接近微服私房了 但是微服私房就太 调太高了 我们也不搞迎来送往 我们就一个人 所以 所以我自己 我想 这些都是跟 这些年 政府对我们的训练 所以 我想 雪盈在 东雪在 孙怜也以后不在了 小岳在 惠金在 杨军在 我看看 红雷在不在 红雷在 袁儿在 李贵强在 所以我这些革命的 基本的能力 你们要继承 并且发言光大 要继承 王牧师的革命本领 就是我一个人 我不在任何地方常呆 我一个人 我不招摇过世 我就是一个 打一枪 混一个地方 对 对 我们教会有个兄弟 第一次见我 说 别人说 这是牧师 他的反应说 这是牧师 这面是个导游吗 背个双肩背包 然后穿个大短幕 对 所以 我就是那个 散落到人群中 别人都认不出来的 那个牧师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开玩笑归开玩笑 那我在这里面 我也提醒大家去 make sense 就是想一想 未来中国的形势 可能越来越紧张 越来中国形势 越来越紧张 那政府会越来越 关心我们的信仰 会关心我们的信仰 想知道你信啥 怎么信的 信的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的信仰呢 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我们不愿意别人关心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同工 离我那么近 这个Eva 禁止祷告为啥 我从来不打听 为啥 那是他跟上帝的事 你明白不 就这么简单 他愿意说 那我还不见得愿意听 但是他不说 我从来不问 因为那是他跟上帝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政府呢 就特别像 我们叫朝阳大妈 你知道吗 特别热心 就想知道你信的是啥 就想知道你信仰世界 就想知道你跟谁信呢 就想知道平时你们都怎么信 你懂我说意思吗 然后你要信也行 他还不信 他就是打听 所以呢 所以这些年你会发现 我当牧师地方 很少有这个 这个 叫什么八婆吗 是叫八婆吗 是叫八婆吗 我当牧师地方 很少八婆 因为我特别讨厌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 今天说说张三 然后明天说李四 然后后天把张三 跟李四说 后天把李四说 今天你知道 你就知道 你不知道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上帝 你懂我说意思吗 现在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说 除了上帝不知道 他啥都知道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多认识神 因为世界越来越乱 只有神能保守你 只有神能堪顾你 只有神能拯救你 所以这些年 我自己 我自己 我想说 所以我在美国经常有人问我 包括美国白人问我 你是不是共产党特务 美国白人也够单纯了 我是官长特务 我能告诉你吗 他说为什么你没被抓 那为啥我没被抓 像我这智商 他能抓住我吗 不是他们不抓我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他们知道很多人被抓 知道我没被抓 就问为什么你没被抓 所以既然在美国 以后也有人问我了 这个你是不是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关系 至少威廉安周这事 史莱克FBA 对不对 把我们这个 把我曾经住的地方包围了 把我曾经住的地方包围了 说的也奇怪 那天好 刚把东西拉 拉空了 前一天我刚把东西拉走 第二天还没过去 而且 伊瓦在 当时 当时这个 有两次 伊瓦 伊瓦还不同意 但是我就拍宝了 我说 必须得这么看 你知道吗 两次就躲威劫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记住一句话 人算 不如天算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一定要听内心的声音 你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导航明明 或者经验明明走这条路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 我就好像 有一个想法 我要走这条路 你就走就对了 所有的司机 你都你要记住 别犹豫 是 经验 是走这条大路 是导航 是走这条大路 可是就在那一念之间 你想走这个小路 你走小路就对了 你走小路就对了 因为人算 不如天算 这个时候 就是上帝的来临 就是上帝的来临 所以这些年 我开车 虽然不多 没有你们多 没有你们多 但是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因为 条条大路通路 左面也行 右面也行 大道也行 小道也行 有的时候 就是一上路 就有感觉 我有几次 我就是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明明心里面 感觉是走什么路 然后没走 果然走着走前面 就堵车了 所以你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 谷歌地图很好了 就有那个实路况 但是就突然有一个车祸 他不可能那么快 就提示你 那他就真的 就把那个路 就给拦住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 今天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怎么说 我们开车是这样 我们人生一些 重大决定是这样 所以正常 这个 比方说 安州 正常安州 就应该 再待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把一个地方 搞得热闹好 那突然就有个想法 你要再租过办公室 do it 为什么 这就是神的代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要讲 最近我跟师母 有一次深刻 有两次深刻谈话 他说 我也不知道你咋想的 你也没跟我说 我的回答是 我跟你说 你也不一定理解 对 我跟你说 我也不理解 那这个孙林 孙林还在吗 孙林在 十年前 一个牧师 带一个单身女儿爬山 你们怎么想 律师 你在美国 介绍这么多年 一个牧师 带一个单身女儿 单身女孩爬山 一个牧师 带一个灯 那那牧师也是单身吧 牧师不单身 可以单身 那也没关系 相信他的心是对的就行了 你看 明显你是共产党朋友的干部 你在美国这么多年 美国教会哪个牧师 可以这么干 我觉得 新政 就不怕眼子歪 完了 你是在美国 没被美国洗脑的人 可怜 可惜 没有一个美国牧师 可以这样干 老师吗 你上大使命 你去问去 大使命 从创会老牧师 到下面的一些小楼 没有一个人敢干这种事情 不鼓励 的确是 不是不鼓励 就是 这是 这是他们的牧师 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手刺了 这是不能干的事 是吧 你懂我说意思吗 但是 但是 最好是弟兄和弟兄 姐妹和姐妹 没错 但十年前 我带着孙琳 一路爬山 下去 我把一个普通的姐妹 带成现在世界500强的高管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好多人 不理解 甚至 是反对 我 我 我知道你们不理解 因为我祷告 上帝让我做的事情 我就去做 我就理解 我觉得 要是你做 我信任 孙琳说的很好 我长得安全 有人配合 你有上帝的保守 但是我想讲的 我想讲的是这样 我想讲的是这样 但是 你知道 你是二班人 一班人那就算了 那个时候 牧师 那个时候 牧师重视什么样的人呢 那个时候 牧师重视那些 就是 好像 不太爱世界的 就愿意在教会里待着的人 你懂我说意思吗 那个时候 牧师 而且 而且现在还有一大堆牧师 这样的 不要爱世界 算了吧 工作辞了吧 你就来服事神吧 你懂我说意思吗 现在这种 这种声音还很强大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很重视那些 爱世界的人 愿意在工作中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提升的人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就带着 苏林爬山 因为你知道 那个 那个 这个职场里面 充满很多挑战 所以不是简单的 你礼拜天 讲一讲 就能解决他问题的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你需要 case by case 跟他 好好的 深入的分析 然后 然后 从神的话语中 找出智慧 并且为他祈祷 得到神的能力 你听我说意思吗 所以 所以才有 后来的孙灵 不单他把工作做得好 而且能在工作中 发挥一个 属灵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教会 有一大批人 都是他的同事 或者是他的手下 然后在工作当中 受他影响 信了主 成为我们的弟兄 成为姐妹 并且成为我们教会的 我可以念一大串的名字 所以 以至于 去年的 感恩节 我请孙灵 办一个大型活动 办一个大型活动 然后我把外地的 那个 这些兄弟姐妹 请过来了 你们还记得吧 有个河南的姐妹 不提名字 当时就说 这个要 要联系另外几个 跟孙灵 不是很亲的人 这个说 我们 我们要 我们今天要 誓死保卫 党中央 牧师不在 孙灵 篡党夺权 他已经把教会 给这个 给那个 给那个 给架空了 然后呢 这个 我最怕这种 愚衷 你知道吗 你要 你要 你要誓死保持 党中央 你也要党中央知道 我都不知道 自己私下 做决定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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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这个 权力夺回来 要从业 替牧师 夺回来 所以 我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在搞什么 我说 你看看 这教会 本来就是 孙灵了 我说 你叫一个人 谁传的福音 孙灵传福 叫一个人 谁传的福音 谁传的福音 都是孙灵传的福音 所以今天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在十年前 我只牧养了一个人 我在十年前 我只在 这一个人心里面 种下了一棵种子 叫信心 十年后 这个 这棵树 结了好多 好多果子 所以我们教会 好多的弟兄姐妹 都是这一个人 传的福音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说 这个教会是他的 我都没有意见 因为除了我不是他的 剩也都是他的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 我想讲 你们WFG 不也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一个人优秀 你要是限制他 要达到平衡 还是你要鼓励他 让他更优秀 你们每个人 会有不同的决定 如果我是你们 我会让这个 有钱的人 更优秀 我不在乎 他一直堵大 你懂我说 我怨他一直堵大 没错 所以我对 我的童工的期望 就是 我的童工都要超过我 我对他们期望 你为什么 这就是我在法国 巴黎 跟那个 有150年历史的教会 牧师论道的时候 我说一句话 我说你把你的童工 当做你的孩子 还是把你的童工 当做你的童工 你知道 不管你多优秀一个人 你都希望你的孩子 比你怎么样 更优秀 如果牧师能把他的童工 当做他的孩子 这个教会就贼简单 不会存在嫉妒 不会存在 你盖过我的风头 你说我说 我高兴 我真的高兴 现在这个孙玲同志 年薪是一个什么数 我不知道 但至少比我多 我真的高兴 你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继续 想告诉姐妹 我们今天 我们信主的人 如果你的心不大 你的神也很难大 因为想要住在你心里 你心那么小 这么大一个神 住别去 你没有说意思吗 但是你心小没有关系 这个神住前 就把心怎么样 给撑大了 照着神的话去做 照着神的话去做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十年前 我做的事情 没有人理解 但是十年后 我收获了 我前面播种的 所以国内好多事情 我只需要一句话 我只需要一个电话 就OK了 所以那天 在你找我 可不好意思了 牧师啊 为了你这份保险 还得写文证明 得那个 很正规的 第三方 第三方 中国的专业人士出去 对于别人真的很难 谁替你证明 对于我太简单了 第一 我的同工被我训练的 叫骗共产党 不算骗 什么真的假的 牧师说需要 就是真的 写 签名 没问题 他们的事 我也这么干 你们明白吗 所以 第二件事情 真是专业人士 咱自己培养他 是写500张大习 所以 那一天 我说 你就看看吧 我说里面的数字 别改 其他的事情 你根据需要改 改完了 你写 写完以后 打印 打印完 签字 签字又扫描 扫描传给我 传给我 我发给詹妮 詹妮 就是给我回了几个字 太棒了 没见过吧 这速度 高效 24小时 不到24小时 不到24小时 对啊 那中午一上班 咱就把文件拿出来了 中午一上班 你看 我本来差点忘了 但是神提醒我了 说7号不就是明天 打入的8号吗 对 所以今天我 今天我跟你们讲 这么多 好像是跑题 但是你们听懂了 你就知道 这些才是赶货 这些才是赶货 所以WFG 你们如果不把你们 下面当作孩子 我现在就 就断言你们做不好 WFG 你不把你下面 当作孩子 你就做不好 所以今天 那些牧师 还喜欢那些 愿意待在教会里面 愿意躲在教会里面 你知道吗 这些人 可是这些人 最后会发现 他们是没有战斗力的 对社会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觉得是吗 所以 所以你记得我们讲 撒种的比喻 四种 四种 很多人喜欢 撒在豪土里的 可这个时代 还有豪土吗 所以我们就 重视第三类 在经济的种子 就是虽然我们 活在经济里面 我们 我们也有业绩考核 我们也有这些什么指标 我们也有这些压力 但是我们不受这些影响 我们还能自由自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心给了神 孙林讲的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 他说我在某某公司工作 我的工作是副业 我的主业是为主做见证 是主要副业 所以今天 我希望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都这样 如果你说牧师 你没带我爬山 所以我没这样 没关系 我先带你爬山 现在就开始爬 因为我自己 我相信 我自己我相信 已去 种一千根草 不如我们好好养一棵树 所以今天 我自己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詹妮讲 我们教会不大 可能就是一百人 但是两件事情 第一 我们的奉献 不输给了一万人的教会 很简单 他们每次只缺二十 咱们缺两万不足够 对不对 第二 我们的影响力 不能输给他们 他们干不了什么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能干 所以比方说 我们支持Eric 我说我支持 我用我的形容支持 你把它交给诗字会 这也是种支持 对吧 所以今天我还跟伊娃 讲这件事情 我说我们继续支持詹妮 让詹妮在诗字会里面 继续往上升 继续往上升 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 一个领导 这样的话 我们再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更有大力 就有更多的力量和资源 阿们 所以今天 这个就无敌了 我们全教会 支持你在 这个诗字会里面 往上升 哪个人能跟你PK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别人只是 自己在那往前冲 或者就是 两三个哥们 在后面支持他 我是全教会 在支持你一个人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们今天必须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 孙林也是一样 孙林有事情 我们全教会支持他 但是反过来 我们教会需要的时候 他也动用 他公司的力量 所以我们教会 就是一个公司部分的教会 我的钱也是公司部分 你给我捐钱了 有一些人老跟我说 牧师这些钱是捐给你 这个宣教的 这些钱是捐给你是买车的 这些钱是捐给买房子 我现在教会都没搞好 我买什么房子 我买完房子 谁必须要交房贷 我现在把你捐给我买房子钱 我也怎么样 就用在宣教上 教会搞好了 我还缺一套房子吗 可能 詹里就给我直接给我买一套房子 阿们 是为了吗 所以这个按照 你给我买套车 买个车 房子已经比我着落 努力 对不对 靠神得胜 阿们 就是这样子 生活就是很简单的 何必怎么那么复杂呢 对不对 所以把教会搞好了 我还要买房子吗 还要买车吗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为什么我们党的先列们 抛头颅撒热血呀 你革命成功了 还用上班吗 对吧 还用上班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不是牧师 我是一个革命家 但是我绝对不是共产党员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是来开教会的 我们是来干革命的 我们是来干革命的 所以美国需要我们 美国需要我们 美国现在的 他们的教会这一套 只能让他们自费武功 越来越软弱 我们必须对社会产业影响力 我们必须对社会产业影响力 所以今天 你在十字会好好干 在WFG好好干 你的律师还要好好干 你说牧师 一个人把一件事干好就行了 我还干三件事 没关系 我们全教会支持你 这还不够 刚才 在你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很重要的 耶稣说 父 爱我的爱 也在哪里啊 也在你的里面 而且我怎么样 也在你的里面 十七章最后一句话 发到我们群里去 所以今天 你想想 这个力量在支撑我们 我们怕什么 这个力量支撑我们 我们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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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最近 我把我退车的事情 当个事 写个见证 我把我退款的事情 当个事写个见证 退车的事情 我们一起合作 靠着上帝 开了十天 就给退了 退款 对方一开始来场 我十六号退的车 然后二十九号 退的款 没退款 两个礼拜了 他说两个礼拜 能收到支票 我二十九号 我写封邮件 他说我们十七号 十八号 就把支票寄出去了 没收到 然后我十月二号 我打电话 打电话说 这个已经寄出去了 但是因为 因为我说我没收到 我说你再查 他再一查 不要紧 他说 因为你是退两台车 所以我们要重新评估 要退你多少钱 这里面就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 你之前说退款是欺骗 第二大问题 说 不管我退两次 还退三次 你一个大公司 你签字了 连我一个人 我都签字了 这就是约定 因为律师知道 在美国 这就是 你不签字就算了 你都签完字了 你就反悔 你都说 你要重新评估 该给我多少钱 你等我说一次 所以我就知道 是来者不善 我就马上 写了一个很短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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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话 你们看了那个截图了吗 我就 我们有一个祷告群 所以我之所以 在美国可以横着走 是因为在中国 有人 二十四小时在祷告 每一天 有人专门在里面祷告 我就发了一个群 我说 退车已经成功了 但是比退车更重要 是退款的 你知道 我说 请大家祷告 十二号 还跟我讲 要重新评估 然后 十月四号 我支票拿到 这么快 十月四号就寄到了 什么叫 他没记 我自己取的 十月四号 然后 十月七号 因为我两张支票 还有两张信用卡 然后 信用卡的那一个 那个退款也到账了 就是 这个 两万三美金 全部拿回来了 全部拿回来了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两万三 就是一顿饭钱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两万三是一个记号 神与我同在 神帮助我 阿们 所以 2021年的感恩节 就算别的事情 我不敢 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敢 我真的要敢 他不给你钱 你还真没招 你想 我可以请你 帮我打官司 就算你不要我钱 那我得耗时间吧 天天跟他 跟他丢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 这就是为什么 我最怕闹心 因为只要我心一静 我一祷告 没有什么事 我做不了的 但我一闹心 我也不祷告了 那真的就麻烦了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我经常 我就跟 我就恐吓师母 我说你别惹我 惹我 我心情不好 我们 我们教会也不好 我们家也不好 你何必呢 我说你心情不好 我知道 你愿干嘛干嘛 你别惹我 你懂啊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 我把同样的话 也抛给你们 因为这个 我选童工的标准 和选妻子的标准是一样的 所以我对待童工和对待妻子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我在这里面 我并不是真的是威胁你们 也不必要是误导你们 我只想说 我们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心能静 当我们能藏在主面前 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还不是你们要对我好一点 我要讲重点是 你们要对自己好一点 有些事 算了 有些人 忘了吧 为什么对自己好一点 阿们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打字 每个人都对自己好一点 有些事 算了 有些人 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对不对 为什么我先支持离婚 是 圣经说的不能离婚 我也知道 做木是二十年 我能不知道吗 可是呢 天天提音吊胆 天天 这个单亲收发 然后天天自己内心不爽 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什么 怨妇 你没有说一次 很多人没离婚 但是他是个怨妇 你怨妇的话 这个婚姻可能更痛苦 眼前更不爱你了 你天天嘟嘟囔囔的 磨磨叽叽的 你没有我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我 我就算离婚 你看昨天那个谁 那个美情多好 就算离婚 我还祝福你 这样的状态 就离了 咱也幸福 阿门吗 阿门吗 所以今天你去想想 我们教会就是一邪教 但是牧师不是光草员 你弄我说一次 安住你阿门吗 所以今天我倒是没离婚 那些政教 那些传统的教会 倒是没离婚 整出一对怨妇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跟他们比 咱就是写就好了 咱离婚 但是咱们各个 happy ending 你跟我说 至少我知道我是谁 至少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至少我知道我要什么 你懂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祝福我们教会的 每个弟兄姐妹 我愿意你们 一个人的时候幸福 两个人就更幸福 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没有办法去把一些东西 给他转过来 那你就go back 回到一个人的状态 你知道吗 最近我跟师母也有矛盾 没有没矛盾的婚姻 是我不说了吗 每个每对夫妻都有50次 要想离婚的 100次要想离婚的念头 50次要想杀死对方的念头 一人一辈子 那我觉得是假婚吗 我没有啊 我也没有 就越过越长 人家说统计过 越过越长 就不像这种要杀死对方的 人一辈子如果 如果这个婚姻走60年的话 他人家说这个概率是多少 人家统计过的数据 这是我看到的一本书上 就是写到的 不适合我们 我觉得好像不适合 所以我重点在这儿 不过有结婚 离婚念头肯定是不有的 重点在这儿 重点在这儿 就是说我们最后能透过信仰也好 透过经验也好 我们把这些事情怎么样 给它转化掉 不至于冲突 不至于愤怒 不至于仇恨 不至于心怀不平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讲 我自己 我自己讲 我不是说见了人 我就说你要离婚 我见了人就离婚 就是你有这个能力 能把这个关系给处理好 你懂我说意思吗 就是就像今天 我不是见人就能 就说你离婚 但是我说一点 就人没有信仰的时候 他对任何 就像咱们今天碰见老太太 当人没有信仰的时候 他对任何的东西 他就觉得 他只往最坏人去行 他很少觉得能翻转 他很少觉得会翻转过来 没错 所以昨天晚上 有人就开始胡说乱想了吗 安德尔你知道我在说谁 安德尔现在智障不在线 睡眠不够 昨天都睡眠不够 昨天我也才睡了四个小时 没关系 我睡两三个小时 没关系 所以我因为我想 我们不提名字 但是你们知道就行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讲 什么叫信上帝 我常常讲信上帝 就要吸到骨头里面 信上帝就信到骨头里面 不是这个很浅 没错就是这样 你打死我 我也信上帝 我经历再多惨的事情 我也说上帝好 你没有说意思吗 你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跟你们讲 咱们用 因为我是理工男 我们就用逻辑推 就是说今天 的确有的人就是命很苦 就是一大堆不好的事情 第二天才发生 但是在这个第二天才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内心强大 你就是相信上帝是会帮你的 你就是相信这些事情过后 以后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这个意念会带来一种力量 就把很多事情就转了 后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走了 后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还来 就把他弱化了 就不要以前对人打击那么大 能把你人生摧毁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 如果你想完了 就我倒霉 完了 怎么就是每次都是我不好 不好事情会怎么样 越来越多 没错 所以今天我也有不好事情 比方这次我买车 就是就是不爽吗 都说 我不爽的时候 我就及时把它化解 我第一次 我动用律师的力量 我拉着詹妮 给我写了封律师函 我第二次 我动用我的教会的力量 带倒 你懂我意思吗 我把这个化解掉了 我想表演在这 他就是赖着不给你钱 我有什么办法 两万三 小孩把店也不收是吧 收到 小孩把店上线一万 是吧 两万三 小孩把店也不收 你说你告他 这是 咱是有免费律师 没法律师 两万三可能都不够律师费 就是很尴尬 他就是不给你 你真就没包 你懂我说意思吗 主要是闹心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就用 祷告的力量 等会我让你们 看油键 你们如果 如果我已经把油键 发到去 你们看 你就知道了 你就看 最后 他前一天还说 重新评估 后一天说 ready了 你来取 你懂我说意思吗 神经说 王的心 在耶和华的手中 如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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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他想不给 上帝让他给 他不能不给 阿们吗 所以今天 你要是做生意 做到我这份上 还有什么生意 做不到 他想不合作 上帝让他合作 他就得合作 他想不出钱 上帝让他出钱 他就得出钱 阿们吗 他想不签单 上帝让他签单 他就必须怎么样 签单 他想不加入 让他加入 他就怎么样 必须的加入 他想不起床 上帝让他起床 他就得醒了起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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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 我现在 我现在就可以 在线上点名 但我不愿意点 就是有一些人 他想不捐钱 他也得捐钱 他不捐钱 他就闹心 捐了就舒服了 我都给安主看过 你懂 我一不拿刀 二不拿枪 我就在这祷告 而且我祷告的时候 我都不提你名字 我就敬拜神赞美主 敬拜神赞美主 我的祷告 只有一个 愿主的旨意成就 阿们 因为主爱你 主让你捐钱的时候 是要把你心放大 然后把更多祝福 放在你里面 不是我需要你的钱 是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听懂了吗 所以因为 当我祷告的时候 上帝祝福 不单落在我身上 落在你身上 落在你身上 就是上帝 背着你把心放大 你把钱捐出来 就空出地方 让上帝有更多的祝福 可以放进来 阿们 所以今天 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们跑了一点题 但是没跑太远 我们再回来 所以今天 一定要聚会 耶稣那个时候 他就是常常聚会 所以他的行踪 就被人家给 知道了 所以犹大 闭着眼睛 就另一半人来了 因为他知道 耶稣这个时候 一定带着大伙干嘛呢 祷告 就好像我一样 一定干嘛呢 跟大伙讲圣经 是一样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带你爬山 你长得丑 我带你爬山 你长得漂亮 我也敢带你爬山 因为我带你爬山 也就干两件事 咱爬山干啥呢 就是爬山 讲圣经 祷告 对不对 你长得漂亮 安德鲁长得漂亮 你承认吗 承认 对了 我也敢带他爬山 我放心 所以今天 所以耶稣 我相信师父很放心 我对师母 更放心 有信心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在这 所以今天在这 我想讲的是 耶稣就是带着他们聚会 就是带着他们祷告 我也是一样 我就是带着你聚会 我就带着他们祷告 所以今天 这个 上电影院的概率不大 但是爬山的概率很大 以后 因为咱在路然基 有这个条件 划船的概率也很大 这晃娇眼镜 划船 划船 因为最近我发现 划船是一个不错的运动 是啊 因为你知道 这个如果 讲圣经讲讲不听 咱们就把传统翻了 这毛钱都买了 这毛钱买了 信不信信不信 信不信就不信就要是动招了 对 所以 所以今天 犹大就领了一队兵 并且和祭祀长 和法利赛人的差异 拿着灯笼 拿着火把 拿着兵器 要干嘛 要来抓耶稣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第四节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耶稣当然知道 这个最重要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祷告 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牧师 不管你是不是像斯人这样的 在教会里面 是那个特别爱主的 特别被主使用的人 每个人都要祷告 中国人的话叫魏部 先知 对 先知不是少数人 先知应该是每个人 奉耶稣的名书 亚伯拉罕的仆人 接受一个任务 亚伯拉罕说 这地方的女孩都不好 不一定是长得不好 可能是性格不好 所以你要回我老家去 给我儿子找个媳妇 那个时候 没有导航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通讯 出去了就联系不上 你不能随时 比方说今天我们去给你介绍的像 拍个照片 安德鲁你看接着怎么样 跟你在线 我们又不能讲 我去讲安德鲁 讲Vivian嘛 拍个照片 Vivian你看接着怎么样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时候不能做 所以老仆人就得现场决定 你没有说意思吗 哪个是少爷的媳妇 所以遇到了利百加 他立马就认出来了 你没有说意思吗 所以他不是亚伯拉罕 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我想讲的是 不管你是做主人的 还是做仆人的 不管你是自由的 还是给你打工的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本事 所以这是我今天 我在美国 Vivian在旁边做见证 我们认识五六年了吧 我的每一个决定 即便当时别人不理解 回头看都是正确决定 特别是那次 你们试试会的周平 要坑我们 对 要坑你 百分之百坑 百分之百坑 他就想骗了 去年呢 去年 口刚 口刚 那个什么开始 所以 他认识我 很多钱啊 他认识我 他认识 他也认识一瓦 他认识一瓦先断 然后 就跟 他已经不断 已经开除了 他自己退的 因为我们本来要 OK 所以 你是骗子我不管 但你别骗我 他找一瓦 买一万口罩 我跟你讲 骗子里面是有鬼的 你就记住 所以谁好骗 谁不好骗 他知道 他怎么不找我 他也不找我 你看他 他都不找我 对 周平也认识 威威 他也认识我 他也不找我 他就 就一瓦 不认识他 一瓦没见过他 一瓦 对 一瓦也不是好骗 因为一瓦没见过他 我是对他知道底细 所以 一瓦也跟我讲 故事 来大声音 有人一下要一瓦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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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讲什么情况 一听说 周平 我说 不卖 然后一瓦也已经答应了 我说 OK 现金交易 然后就开始整事了 他说 银行取不来钱 取不来钱 没关系 慢慢去 取多少 给多少 对呀 慢慢去 然后最后 那一天 我就想 那就让大家看一看 他是不是这样子 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说好是医院 结果给了医院旁边的加油站 对吧 加油站都没到呢 给个地址 加油站旁边 那个不特破 对 然后 我当时 我定了 我定了两条 第一条 我带了几个 几个 几个 几个男的 对 我说呢 今天就是说 只听我指挥 谁 谁说也不好使 我说 卸口罩 就卸 我说不卸口罩 你们就不卸 开车就走 谁也不理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必须 现场见到钱 拿不到钱 对不起 钱就可能是假的 没错 所以我们 所以到那个地方 你看 地方不对 我立马说 撤 所以在路上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讲这讲那个 我说对不起了 什么我们说了 因为 骗子永远会说 各种让你难过的话 各种让你觉得 你对比他的话 你知道吗 我见多了 对不起 我的心已经 吸引如实了 你知道吗 我的心已经不是 一般人的人心了 我说 姐 你还不说了 我说 你有困难 你跟我说 我再给你送过去 但是队伍已经撤了 你懂 我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今天就抱歉了 所以后来 后来 他又坑了单单一次 对 你懂我说 所以 所以就是 不是 好在你给单单出主意 你告诉他 你说让他们先弄 没错 对 不让他晚半个小时 没错 这晚半个小时 就能看出来 就就看出来 就就就很明显的 就是在骗的 所以 你这样吗 没错 所以一开始 包括林大哥 他们都 没错 这不是骗人吗 这不是 这不明显就是骗子吗 没错 所以 所以你知道 我在洛杉矶 我很少社交 但是我把眼里一闭 我比你们将社交的任务 都知道 谁是什么人 你没有说一次吗 所以 我就给那个单单 一个锦囊妙记 我单单你去这么干 对吧 细节我不讲 今天我们不是讲过的时间 所以 犹大知道 知道耶稣在哪待着 耶稣更知道 知道犹大 你带一帮人来 你懂我说一次吗 所以你知道 中国古代有很多高人 他哪天死 他自己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我们就祷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要发生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提前知道 你就不慌 你提前知道 你就不害怕 你提前知道 你就有准备 你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说的远远 我们教会的人 今天我要奉主 祝福你们 你们要好好 好好修炼 学到你知道 你知道你哪天死 你知道你哪天死 这个事就简单了 你还怕啥呀 上帝都定好了 对不对 3月28 你被他躲 4月72干嘛 就这么简单 3月28 到3月28 咱就跟大家拜拜 安活 你懂了 还是我那句话 不给别人添麻烦 不让自己遭罪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想 犹大带着一帮人知道 他知道 犹大知道 所以今天我的讲到标的就是 犹大知道 VS 耶稣知道 犹大你知道都是小东西 耶稣知道的是他的 你只知道 耶稣在那聚会 你只知道 天人不注意 偷偷的就要去做安全 去出卖你的主 但是耶稣知道 这是他人生的一环 毕竟若无所谓 你知道吗 该来的一定来 躲都躲不过去 所以我也不躲 所以耶稣知道 将要临到自己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自己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我那个时候 我的教会还没有ready 宗教局不在外面抓 在一楼堵我的吗 我不从二楼走了吗 我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没ready 为什么教会没ready 那个时候 我被抓了 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去parasol 门口去捞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王辉 还耿耿于怀 王辉竟然没上线 有人在可以给王辉稍微信 所以 我的教会没ready 我的教会没ready 我就不能进去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教会ready了 我进去不进去 无所谓了 所以现在你看 我离开中国 我说走就走 教会没问题 你们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所以那个时候 我教会没ready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 他的门徒已经ready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他的时间已经到了 他可以离开了 所以这些事情是怎么样 就发生 所以后面 耶稣也会讲了 如果我不允许 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 不是你们夺了我的命 是我把我的命怎么样 舍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讲 接下来我们往后看得出 还会看得到 所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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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ne 你的团队不管多大 你最后你会发现 你只剩下一个人了 是谁啊 是谁啊 是上帝 是长话长的 还不用说 你看就 他就是先知 真的 我们做领导的 一定要做这个境界 安州是我下门的 维维是我下门的 张三是我下门的 所有下门的 你这是没有错 上帝祝福你 但最后就是 你的团队就剩一个人了 就剩耶稣和你了 Vivian 可能也走了 安州也可能走了 张三也走了 祝福他们 从现在开始祝福他们 从现在开始祝福他们 你别看我四个孩子 我没想过 让任何一个孩子养我老 你别看我中国 有那么多地雄姐妹 我美国现在地雄姐妹 越来越多 你们看到了 南加油北加油 但我没想过 靠哪个人怎么样 没有 而且我从现在开始 我就预备好 你们离开我 离开有两种 一种是对牧师不反应 王牧师这个 这个叫什么 那一话怎么说 你捐一万块钱 我都嫌少 先PM 对 对 先免父 捐一万都宣上 到现在我也没见过 捐一万的人呢 来来来来 我要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这样 有一种离开 可能是不太健康的 对你不安逸 没关系 我又不是神 连耶稣都没办法让大伙 满意 更换我呢 还有一种是健康的离开了 就是比方说 他的队伍也发展越来越大了 你看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有羊 他的侄子罗德有羊 结果你们都有羊 就那么一块草地 你们都有羊 就那么一点水 那你说这碗怎么弄 你弄回事吗 那就是大家分开一点 还是兄弟 还是姐妹 阿们吧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所以孙宁现在境界特别好 他就跟我讲 他说牧师 我现在讲明白了 因为我不走 那个他下面就上不去吗 所以他离开了以后 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姐妹叫雪盈 就接他的位置了 自动就生之加心了 你知道吗 那雪盈生之以后 雪盈下面的人怎么样 也自动生之加心了 所以相当于我们教会 那一串人怎么样 每个人都生之加心了 而且这都是肥水不离万年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这是健康的离开 所以一个做领导的 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胸的境界 随时准备好 别人离开 而且离开的时候 我们祝福他们 我们祝福他们 张三走了 我祝福他们 你走 因为你记住了 能陪你到最后的 就上帝自己 能靠得住的 也就是上帝 所以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 用去年帮我们的人 今年帮我们 今年上帝会用新的人来帮我们 所以今天 每天在中国 生意非常好 他的中国生意伙伴 大部分都没在美国 对吧 没有一个在 所以你没有办法 再跟这些人做生意 你在美国 他在中国 但是上帝既然在中国 给你生意伙伴 上帝在美国 会再怎么样 给你一片生意伙伴 所以今天你们也是一样 你们以前的客人是大陆来的 以前的客人是大来的 现在大陆人不来了 上帝在美国给你们客人 你们阿门吗 所以今天一定要适应新环境 一定要适应新节奏 习主席带着我们进入新时代 这不是一句空话 你没有说意思吗 新时代就是缺水缺电 就是停水停电 你难道不活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活 买辣呗 多简单 对不对 我打算 我打算 我敢卖辣 家里一抽屉都是辣 小时候家家都是这样 美国 因为我就怕停电 买了好多辣 真好 对对对 美国同志 赶紧买东西 吃的喝的用的 赶紧买 美国的基因姐妹 中国的也买点 你也买点 至少买两个月三个月的 这差不多一段广告 买点能放得住的 不怕坏的 吃的喝的用 吃的喝的用 没事 你只要有面 到时候就能拿面换碗 但是你没面 你想拿你的碗 那个有点过分 你看 所以 你有面 可以换碗 你知道吗 听懂没 还有包子 对 都可以换 所以 耶稣知道 要临到他的事情 所以耶稣就主动出来 所以今天 我们 我们今天 逃 也是上帝的旨意 大力不那么说 不就逃吗 所以主动出击 也是上帝的旨意 那个约沙法 别人来打他 他领着一帮人 全是干嘛的 全是唱歌的 站在那 哇哇唱 打不过人家 还不跑 不跑 咱唱歌 结果他们那边一唱歌 就天丁来了 把敌人全部杀了 所以今天 你看圣经 你一定要看明白 逃也是上帝的旨意 主动出击也上帝的旨意 所以 一定要 知道 这像摩西 回不到 去不到 流南与密之地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主在成法 没错 对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们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在 在 在这件事上 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 不要说 我们牧师说什么 别听你们牧师的 包括皮特王 千万别听他的 纯属是忽悠 一定要听上帝的 阿们吗 一定要听上帝的 一定要听上帝的 所以 所以今天 耶稣就出来了 因为他知道 所以他也知道 怎么去回应 因为他知道 他也知道 怎么去处理 他就出来了 他说你们找谁 他们说 我们找拿撒尔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你把英文那段 我就是找到 我就是 英文说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是自有 拥有的上帝 所以 我就是 我就是 没错 所以今天 我就是我 这句话 特别有力量 当意思是说 我就是的时候 那些人怎么样 就夸 就倒了 就夸 就倒了 他们这些人就倒了 没错 所以 今天我已经没时间 我已经超时了 我已经没时间了 我下次再讲的时候 我会回头再带一下 为什么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就倒了呢 我下次讲一下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 除非神 让我们不说实话 你知道 我对共产党 我从来不说实话 每次他问我 你们叫我多少人 我就说没几个人 每次他问你 你占了多少钱 我就说我们占了没钱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 除非上帝告诉你 不说实话 否则我们就大胆的说 我 就是我 你明白我说意思吗 所以今天 我们犯错误的人 不可恨 可恨的是犯错误啊 怎么样 还不承认 不悔改 不悔改 所以我就是我 所以 耶稣一说我就是我 他们就退我倒地 然后 耶稣又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找拿着 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就是 然后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如果你们找我就怎么样 放过这些人吧 阿们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为什么我敢给病人倒下说 你不用害怕 你不会死呢 因为耶稣怎么样 已经放过我们了 耶稣说 让我来 放过他们 你明白 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今天 如果真的你们经济出了问题 债还不上了 你们也不要害怕 真的有些债不用还了 上帝会神奇的替你还债 因为耶稣说 既然你们找我就放过他们 所以今天我敢对两类人 大胆地说 没问题 第一类人 有病的人 要死的人 我跟他说 没事 你不会死 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死了 第二类人 还债 还不上的 我可以说债可以不用还了 耶稣说 没问题 我来 你们阿门吗 所以今天 耶稣说这句话 就是要应验 耶稣话 没有一句是落空的 就是应验 他从前说什么 你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所以今天 我敢对这个人说话 之前我先做一个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孩子 这个人是不是神拣选的 阿门吗 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说 没事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 这个人是神的孩子 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 这个人 我就敢对他说 你不要怕 你不会死 神不会让你死 因为耶稣 他自己的话 他自己要应验 所以耶稣对着这群人说 那既然你们找我 找我好了 放过他们 所以这些年 这一点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不要清楚 每一次公安局找我 我都跟他讲 公开事项都跟他讲 我说你 我们教会的人 你谁都不要找 所以现在我很尴尬的是 我跟公安局的关系特别好 我们教会的人 跟公安局的都不认识 因为我杠他们 谁都不要找 你就来找我 因为这个教会 是我在负责 跟他们没有关系 如果犯了哪条法律 也是我来承担 所以这个 本来要锻炼一下孙林 像我一样的 结果孙林走了 去北京 没关系 我们大连 这个 我们求主预备一个人 将来可以像我一样 谁也不用找 你找我就行 阿们吧 所以今天 当领导的 一定要这样的一个 信心和勇气 OK 所以 这个时候 今天的主 今天的三个角色 这是艺术戏 犹大戏一个角色 耶稣角色 这时候又一个角色上来了 你们看是谁 第十节 老大已经发话了 既然你们找我 你们就找我 跟他们没关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候 很尴尬的 就是这个 彼得 都已经 老大搞定了 这个时候 他冲上来了 你没有说一次吗 所以今天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老大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老大 该做事情 我们是老二的时候 我们就做好老二 该做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彼得就在那一消停一呆 就没事的 你们明白吗 反而这时候彼得 冲上了 你知道吗 这 耶稣就讲好了 既然你们找我 那 那我配合 放过他们 结果彼得一看 老大出来了 他又上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 我为什么取名叫彼得呢 因为我的性格强热就缺陷 分不清高低 看不出里外 都已经可以停火了 结果又给人家一拳 结果把人家火 让人家一顿收拾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犯过很多错误 跟彼得一样 彼得也是这样 你懂我说 本身本来到这就没事了 结果他把整个 哎 你知道有意 你们养狗的人都知道 这个一个特别猎的狗来了以后 我们那个狗是害怕的 结果主人一来以后 就狗上了 哇 又冲出去了 然后又被人家一顿咬 你干不过一家 就是干不过一家 你主人不在的时候 是正确的 你就 你一起来就行了 你知道吗 就怂了就对了 结果主人来 要 要冲 结果 反而出问题了 所以今天 你知道 前面 彼得没动静 等耶稣出来了 别人说 没问题 你们找我 我上 跟他们没关系 这就是彼得冲出来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 今天 虽然超时了 我这段话 我想跟你们讲 不一定要收刀入鞘 如果你是老大 你就要面对这个责任 就好像 这次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孙灵 面对的这种征战一样 孙灵说的很实在 牧师 只要真出事 我就被抓起来 没错 就得抓你 因为你是负责人 但是 今天我们也要明白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是负责人 我们就好好的待在那里 该祷告祷告 该赞美赞美 你懂我说意思吗 也不要划舍天主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我想听人懂了就阿们了 所以今天 有一些事情 虽然我是做牧师的 但我也不表态 你知道为什么吗 跟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上帝在做 我只需要祷告就好了 因为上帝在做 我只要看就好了 但有一些事情 我必须表态 哪怕得罪人 我也要表态 所以今天 很多人不会当领导 就处在这 该表态的时候 不表态 不该表态的时候 乱放炮 所以中国最讨厌的人 就是说了不算 然后算了不说 所以今天 我想对你们所有人 讲一句话 我们教会是培养领导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培养干部的教会 而一个干部的素质就是 管住自己的罪 该说的就说 不该说的 千万不要说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吗 人一旦情绪上来了 不管该说不该说 叮当全出来了 我告诉你 你的每句话 将来都会让你后悔 你的每句话 都会让你将来 受更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你忍住了 不说啥事没有 这个时候你没忍住 说了 你不知道你亏多少 什么叫亏多少 有一些原来可以帮你的 人家不帮你的 有一些原来可以跟你的 人家不跟你的 这是多大的亏呀 所以今天 我 你们 没别人离我很近 我很多时候 开玩笑扯淡 但是关键时刻 你看我不轻易表态 很简单 就是我知道 这件事情 当我没有评估好的时候 我不知道向左向右的时候 那我也不做不用 我继续仰望主 因为一切是主掌权 当主已经清楚告诉我 该表态了 当主已经清楚告诉我 该决定了 我也照着主的意思 去决定 所以今天 今天我讲这些 全是废话 精髓就是 好好超圣经 精髓就是好好祷告 精髓就是听见上帝声音 精髓是 听见上帝声音以后 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 圣灵的九个果子 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 self control 一定要控制自己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的头 我的头几年当牧师 当得很辛苦 也当得很失败 付出很多 但回报很少 因为人都被你得罪了 师母说的一句话 特别简单 活没少干 人得罪 人家没经验好 反正都成仇人 现在呢 你看我活干的很少 但是很多人 把我当做朋友 愿意跟着我 愿意支持我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能有今天 不是因为上帝爱我 因为上帝爱你们 我能有今天是因为 前面有吃了很多的苦 在苦中我要 回转 要改变 所以我劝 那些 比较情绪化的人 我知道我们教会 有好几个人 情绪化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不提你们的名字 如果你们知道 我在说你 我真的不是批评你 我想说上帝爱你 我想说我也爱你 我想说上帝爱我 上帝也让我吃了苦 在苦难中我就改变 我 控制我的情绪 你们 你们现在想 我当牧师 你们讲 咱们认识时间长的 微微 五六年 时间短的咱也一年了 咱是去年感恩节认识的吗 你一年了 我啥时候让你们不开心过 对吧 我很少让人不开心 我尽量替人照相 对吧 所以 今天 我们去想 我不是在用嘴去传道 我是用在我的生命 在行道 所以我希望 我的弟兄姐妹也这样 我们就来祷告 Aleluia